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录一个没有文案的视频 就是我想到一个这样很有意思的问题 一个无理数 它的无理数次方,也就是AB都是无理数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有理数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有一些很典型的例子 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比如说E的E次方 和π的π次方 我们都知道E和π都是无理数 E的E次方和π的π次方 它究竟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呢 很正常的一个直觉就是 肯定是无理数嘛 你E本来就无理了 你无理在无理的指数 你π在π的指数 那肯定还是无理数嘛 但是事实上这样一个非常直觉的结论 很难证明 到目前为止 数学家们都没有证明 E的E次方和或者是说π的π次方 是无理数 那么存不存在A的B次方 A是无理数 B也是无理数 但是A的B次方是有理数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入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证明 这个证明非常的漂亮 它用了所谓的逻辑学里面的排中率 也就是说一个数字它要不是有理数 要不是无理数对吧 好 那我现在我让A等于根号2 然后B也等于根号2 然后你说根号2的根号二次方 这个数字它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呢 好 如果这个数字是有理数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 但是我们有排中率 就是它要不是A 要不不是A 那这种情况就是它要不是有理数 要不是无理数 如果它是有理数的话 好 问题解决 正完了 因为根号2的根号二次方 它就是一个根号2的根号二次方 然后这就是一个有理数 好 正完 那好 你说 OK 那么根号2的根号二次方 我们让它是个无理数 好 如果你让它是无理数 现在我重新定义A和B 我让A就等于根号2的根号二次方 我让B就等于根号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A的B次方 就等于根号2的根号二次方的根号二次方 这是多少呢 这就是根号二的平方 就是二啊 好 那么我们认为A是根号二的根号二次方 是无理数 B等于根号二是无理数 那么A的B次方 现在就是二 就是一个有理数了 对吧 也就是无论 我们让根号二的根号二次方 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 我们总可以得到一组A和B 从而是A的B次方 是有理数 这里就用到了逻辑学理的排中率 这个证明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数字 到底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 但是我们知道 无论它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 我们总可以证明 存在A的B次方 是有理数 AB都是无理数 是有理数 是有理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